第561章 万变者 死寂之中 只有残破取窍下 骨骼摩擦的声音 当灯火被点亮的那一瞬 空洞的眼洞之中 便浮现了狂热的光焰 宛如魂灵再一次 从噩梦中归来那样 啊 啊 驻日者 恳请 恳请仁慈 有乌叶一般的声音响起了 断断续续的 嘶哑又尖锐 那是迷失在深渊中的魂灵 所发出的梦迷 恳请你 倾听我等的祈求 恳请 恳请 那一语的哽咽陡然一致 伴随着骨骼摩擦的声音 不可思议的 那个匍匐在地上的人影 回过头来 狂热的光焰 照亮了怀师他们的所在 不对 不是你 他死死地盯着怀师 好像难以置信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你 有那么一瞬间 怀师以为 他是想要唱歌 还给自己起了个头 可怀师才 不管他究竟是想要唱歌 还是吃人呢 后退了一步 将美德之剑的剑人 藏在了身后 示意身后的乐园护卫队 随时准备进攻 走错地方了 他尽力挤出和善的微笑 缓缓后退 我这就出去 老天你继续睡 不打扰了哈 再见 晚安 轰 隔着千万年的时光 宛如怒涛一样的愤怒 和怨恨化作洪流 席卷而来 骗子 那尖锐的声音再度迸发 化作雷鸣鼓荡 怒吼 骗子 在他的头顶 那一团蠕动的黑暗 骤然抽搐起来 像是沸腾的沥青 迅速扩展 无数杂乱的铁光和碎片 钢铁破碎的高炕声音 压不住那个绝望的咆哮 你答应过的 你明明答应过我们的 我他妈答应过你啥 等我金榜提名 就回来娶你吗 怀尸愕然地瞪大眼睛 不知道究竟是几千万年之前 欠了这个地狱老大哥的钱 还是答应过 娶他至今没有嫁出去的女儿 但如今 那毫无掩饰的恨意 已经扑面而来了 那个破碎的人影 好像被无形的绳索拉扯着一样 缓缓地字地上升起 以残缺的足尖点地 向着怀尸举起了 手中华丽的风灯 宛如实质的光芒 自其中喷涌而出 向上升起 彼此交织 竟然形成了 宛如炼金矩阵的诡异奇迹 就好像是某种 以炼金术和原质运用的方法 结合在一起之后 所形成的技术 就好像 就好像是在 怀尸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 那个家伙 当着他的面 在创造某种 类似圣痕的奇迹在体 就在他头顶的那无数光芒 所交织成的繁复结构之中 他在 铸造 铸造圣痕 伴随着无数光芒的交织 便隐隐有沙哑癫狂的颂歌声 自其中响起 有太多杂音和诡异的声响 混合在其中 但在其中 却有一个称呼 被反复地提起 万变者 铸造者 万变者 十三尘十之主 万变者 遍及大地众生 一切地造者 至上的万变之王 当在光芒的笼罩里 一顶分外眼熟的冠冕 缓缓从他的头骨中 增值生长而出的时候 怀尸几乎惊掉了眼睛 那分明是他曾经 从那个骷髅头脑袋上 看到的同款 哪怕细节之处有所不同 但样式是完全一样的 那种特殊的冠冕 只要见过一次 就绝对不会忘 一种难以言喻的猜想 自怀尸的心中浮现 等等 该不会 这玩意儿 就是宋哥里说的万变者吧 就在错愕的瞬间 便有便有沸腾那样的 沉闷巨像 从残骸头顶的黑暗中浮现 有一道熟悉的面孔缓缓探出 伴随着钢铁的摩擦 猙獰的面孔 自黑暗里锻造而成 蠕动着无数锋锐的刀足 修长的身体 再次浮现于地狱中 那是曾经怀尸所见过的那只 钢铁蜈蜈 如今虽然身材缩水了好几号 但灵活性却变得恐怖的惊人 转瞬间 数百米长的庞大身躯 便已经从那一团 蠕动的漆黑中钻出来 盘绕在了万变者的身旁 无比亲密 就好像见到主人了一样 行了 破案了 怀尸恍然大悟 那些怪物 都是你小子搞出来的 再不必吩咐 怀尸身后的乐园护卫队 整齐滑意地 抬起了手里的线弹枪 朝着前方的怪物扣动扳机 先下守卫墙 不然呢 小弟都叫出来了 怀尸可不觉得 是他打算为远道治的客人 介绍一下自己家的宠物 况且 他所见到的钢铁怪物 可不止蜈蚣这一只 炙热的金属羽木 在瞬间喷波而出 打断了那高亢诡异的宋哥 紧接着 怀尸手中的剑刃散去 化作了沉重的符 弯下腰 伏低了身体 向前踏出一步 就像是 离弦之剑 在足弓 筋膜 乃至肌肉的拉扯之下 蓄势待发的鱼部 在此刻骤然启动 他的身影电射而出 冲着巨大蜈蚣拱位之中的 万变者冲出 在他身后 六名护卫队 率先丢掉了手中 碍尸的线弹枪 拔出了沉重的武器 紧追着冲了上来 圣灾 笼罩在钢铁甲咒之中的 巨型鼠人们咆哮着 铁靴践踏大地 甲叶之间摩擦出了 炽热的火花 抡起了常人 无法运用的庞大炼刃和斧枪 朝着震度的钢铁蜈蚣 发起了冲锋 比他们更快的是怀尸 双重余波 加速 在跃起的瞬间 怀尸的速度再一次地跋升 不顾脚底隐隐的痛楚 已经擦着蜈蜈蜂锐的刀足掠过 从巨大蜈蜈的口气面前飞过 又从天而降 手中的愤怒之腹上 升腾起了赤红色的火光 对准了万变者的脑门 跳屁 万变者一动不动 恍若未闻 手中风灯的光芒一阵变幻 于是 他头顶那一道 沥青一样的黑暗物质 再次如动 驾驭雷云的 飞蛾从其中 展露出指灵片肘 可是却难以完全 挣脱利青的束缚 好像难产了 不负全盛时期的威风 只能在千军一发之间 伸出自己的巨大灵异 拦在辅刃的前方 在碰撞的瞬间 便有刺耳的声音迸发 大的大嫂过年好 怀尸咆哮 三重鼓手 霹雳 庞大的力量二度爆发 燃烧的辅刃 势如破竹地 在刚毅之间 撕开了一道缝隙 紧接着 当怀尸准备再度进攻时 便看到无数鳞片的缺口之后 万变者已经转过身来 燃烧着阴森光艳的眼眸 看向他 手中的风灯抬起 巨额的铁翼骤然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 蜘蛛的四道风锐节肢 自粘稠的力清中 穿刺而至 怀尸狼狈躲闪 在蜈蜈的刀足所形成的内侧 只能毫无形象地打滚 可心里却忽然松了口气 虽然不知道这玩意儿 是为啥被关在这儿 但是毫无疑问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封印之后 他本身的力量 已经衰弱到了极限 可以想象 全盛时期被称为 万变之王的存在 究竟有多么可怕 整个黄昏之乡 恐怕都是他这样的存在 联手缔造而成 单看 地下那些千万年之后 依旧如此恐怖的怪物 就足够印证他的能力 在简单的试探之后 他心中渐渐有了猜测 对方本身的力量并不强大 最大的威慑 却来自于 他头顶悬浮的 这一片粘稠的 力轻壮黑暗 还有他手里那一盏 诡异的风灯 如果他猜得没错 头顶那一团巨大的黑暗 就是一种另类的锻造炉 而万变者手里的风灯 就是操作和控制的工具 搞不好 原本的万变者 就被拆分开来 保存在整个生产线之上 而他的力量 寄存在那群游荡的怪物之中 随着分控中心重新浮现 他的存在 就再度被拼凑而出 最后 借由那一团力轻壮的锻造炉 再一次降生于世界之上 眼前的这个东西 是否是曾经的万变之王 已经没有人说得清了 只看他疯疯癫癫的样子 就知道 再造过程之中 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 哪怕是再怎么牢固的数据 储存载体 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光之后 都会毁坏呢 他能够凭借重重锻造 再度降临在地狱之中 就已经足够证明 他的记忆有多么的恐怖 但如今 他恐怕已经衰弱到了极限 甚至无法同时支撑 两只怪物存在于此处 否则 他大可将那一堆怪物 就算都是缩水版的 今天怀尸也死定了 哪里需要这么多费事 而就在怀尸反复试探 娴熟地反复横跳时 爆炸的轰鸣便从外围响起 那是怀尸的炼金炸弹 被引爆的巨响 炽热的气浪 随着火光一同扩散 在经过铁金座的强化和克制之后 炼金炸弹与液态燃料拉美西斯之怒 迎来了升级换代 起码比怀尸随手搓出来的货色 要强了几十倍 在乐园护卫队奋不顾身的进攻之下 巨大的蜈蜈被冲在最前面的几个 吸引了注意力 紧接着 就有什么东西贴在他的身上 随着暴涨的巨响扩散 在冲击力的蹂躏之下 竟然断裂成了两截 可紧接着 那一只断裂的蜈蜈 就从一只变成了两只 简直就像是蚯蚓一样 庞大的蜈蜈狂怒地袭击着 这些不自量力的闯入者 在其中 有一条已经蛇身向着万变者的方向 狂奔而来 星红的赋眼锁死了怀尸的所在 大宗师 我有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 卡车的驾驶室里 雷蒙德端向着乐园护卫队 装甲上传回来的影像 忍不住发问 而在他的身旁 大宗师的投影双手抱怀 正端向着仪器上的竖直 漫不经心地说 你讲 我为什么只是在这边看着 第562章 封碑 我为什么只是在这边看着 雷蒙德挠着头 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 难道你想喝点汽水 躺着看吗 大宗师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 工作时间 不要太不像话 不是 不是怎么看的问题 但站在旁边不动多不好啊 难道我真的是二五仔吗 大宗师头也不抬地问 你难道不是吗 雷蒙德的神情顿时尴尬起来 大宗师 我这辈子跳槽就那一次 不要动辄上升到人身攻击的程度好吗 我好歹 也是反省过的 虽然反省的方向不太对 但起码 我做人也是有原则的好吧 你的原则与我无关 你的工作 我倒是一目了然 大宗师的意思很简单 做自己的事情就好 其他的事情别瞎想 雷蒙德摇头 叹了口气 看着监控录像里那个狼狈的身影 他搞得定吗 瞧你说的 好像他还有可能搞定呀 大宗师倒是很疑惑 他这一点自信 是从哪来的 雷蒙德恶然 那不就是纯送死了吗 大概还有那么百分之一的机会 能够搞得定吧 大宗师耸肩 罗素的人 我又不熟 但既然 是他的学生 我就按照罗素的工作标准 砍一半来的 只希望他这个秘书 不是为了凑数挑的吧 那真要死了怎么办 搞不定就跑呗 要不然叫你干嘛 大宗师好像看智障一样看着他 隔空指挥 别傻愣着了 把数据采集的设备架起来 这可是重要的记录 另一个仪表台升起了 在卡车的后车厢上 再度浮现数十台巨大的扫描仪器 将战斗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数据 详实记录下来 传往了铁金座的所在 那是和升华者截然不同的战斗方式 陷阱从未曾踏入的未知道路所缔造而成的失落记忆 有别于常识和想象的另一个领域 也是曾经这一座繁盛地狱中所存留下的精髓 根据铁金座的破译 掌握这种力量的人被称之为铸造者 并非是将灾厄奇迹束缚于自己的身体中进行同化 而是通过类似炼金术那样的锻造 将来自深渊中的力量赋予物质之中 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自身的异化 而如今所存留下的黄昏之乡 便是所有的铸造者们所遗留下的最后创作 虽然不如升华者那样万用 但在创造意图上却强出了许多 所强化的方向不是探索 而是防守与营造吗 这样的话 门槛肯定要比纯粹的炼金术师和学者要更高 而且还必须具备升华者那样的体质 不对 现在看来 反倒是创造出类似升华者的体质 用以抗衡深渊的侵蚀 原来如此 大宗师眯起眼睛 唯有能够将自己的体质改造为类似升华者的人 才能够真正地成为锻造者 和便利性相比 死亡率过高反而不是问题了 真遗憾 这样的记忆就这么流失了 雷蒙德终于从外面爬回来了 感觉就好像在修老师电视机 得不停地调整天线的位置上 确保信号的传输和畅通 听到大宗师的话语 他就好奇起来 拥有这样的记忆 发达的文明和改造世界的力量 也不足以抗衡地狱带来的深度吗 谁说不够呢 大宗师失笑 那群不自量力的家伙 不是都已经成功了吗 嗯 雷蒙德茫然 玄机好像明白了一点什么 忍不住狂吸冷气 您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黄昏之乡 是他们弄出来的 是啊 这一切正是他们对抗地狱成功 所形成的封碑 大宗师冷漠地说 满怀着傲慢 舍弃了原本的善终之后 爬出了自己的目的 又主动跳到了另一个地狱里去 曾经的黄昏之乡 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地方 否则也不会沦落到 炼狱攻方主们的手中 不得解脱 如今 你所看到的地狱 便是这一份狂妄所迎来的结果 尖锐的嘶吼声再度迸发 万变者好像越发的疯狂 挥舞手中的提灯 煞时间那一具巨大的蜘蛛 分崩离析 化作铁线 紧接着 头顶的利青一样的熔炉 再度沸腾 就在怀狮准备抓紧这个时机 疯狂输出的时候 便看到无穷尽的铁光 从其中飞出 那是灿烂 宛如群星一般的场景 可在光芒之中震翅的 却是一只又一只巨大的蝗虫 恰如风暴降临 无数手臂粗细的飞虫震翅 在空中纵横如电 从天而降的时候 便好像炮弹一样 发出轰鸣 在巨响里 怀狮脚下的大地 接连不断地破碎 沉重如炮弹的蝗虫 砸进地面之中 很快便爬起来 抖动翅膀 再次在齿轮旋转的细碎声音中 升上了天空 在接连不断地轰击之下 怀狮根本就喘不过气来 拔出别熙捕连续不断地开枪 不是被虫群阻挡 就是被从熔炉中伸出的翅膀 给偏转开来 哪怕是犹豫了好几次 但终究没有启动审判模式 只剩下三颗子弹了 在经历过丽兹身上的失误之后 怀狮实在不敢将 如此珍贵的机会浪费 必须有必中的把握 他才能够创造出匹配的价值 而如今 随着风灯的再一次举起 漫天铁光向着怀狮坠落而下 厚重的大盾怀狮的眼前 迅速拼合 紧接着便是接连不断地巨响 很快 就连和金柱旧的大盾 都开始扭曲变形 从开始到现在 乐园护卫队已经捡员了五人 剩下的都不到一半了 死亡危机不断地浮现 怀狮咬牙 伸手拔出了燃烧的惊奇 猛然刺在了地上 并没有呼唤鸭群 但瞬间便有滚滚黑暗扩散开来 埋谷圣索瞬间降临 扰乱了一切感知 而在黑暗里 怀狮深吸了一口气 骤然愤出了所有的残影 铺天盖地的残影 杂乱无章地驰骋在大厅之中 吸引了绝大多数火力 而怀狮的身体 已经骤然从原地消失不见 连续三次闪现 几乎消耗了它绝大多数原汁 在骤然浮现的耳鸣声里 怀狮的身影 已经突破了漫长的阻隔 骤然自万变者的面前浮现 蓄势待发的苦痛之锤砸下 燃烧的铁锤咆哮轰鸣 狼手之上的双眸 燃烧成血红 当铁锤砸落的时候 空气也发出了不堪重负的破裂声 近乎舍身一击 将这一份庞大的痛苦挥洒而出 如今 惩罚从天而降 再没有任何躲闪的事迹 巨像轰鸣 万变者的躯翘 瞬间垮塌了下去 当场爆炸 无数厘清那样粘稠的液体 向着四周迸射而出 紧接着 那些碎片也宛如雨水那样 落在了地上 只有那一盏提灯 落在粘稠如血的黑色液体中 火光渐渐暗淡 可是 却有哽咽的声音 自残骸之中响起 朱日者 请回答我 那个沙哑的声音发问 这样的磨难 何时 才能够结束 无人回应 高亢的思鸣 从利青熔炉里迸发 那一团蠕动的东西 迅速在迅速地膨胀 可紧接着 又放出远超以往千百倍的咆哮 无以计数的粘稠物质 从破裂的熔炉里倾斜而出 宛如天降暴雨 黑色的洪流卧灌在破碎的风灯之上 令燃烧的火光迅速蔓延 点燃了黑暗 破碎的海骨 在黑色的血液中蠕动着 紧接着 令垫地粘稠的黑血 也随之波荡起来 正宁的双翼 从其中升起 紧接着是酷似飞鸟一般的轮廓 可那轮廓 却在不断地坍塌和重塑 随着越来越多的形状 从其中浮现 看起来又仿佛是一条巨狼 而最终 当无数蠕动的肢体 拼凑在一处的时候 形成了头顶着 巨大王冠的真名巨人 好像世间之王降临在此处 威严得令人不敢直视 但那庄严的巨人 却只有残缺的半身 下半身空荡荡 只有无数畸形的器官 和破碎的零件 从其中落出 随着手臂的摆动 拖曳在黑色的血泊中 再度地 他发出那种 肉耳难以分辨的嘶哑咆哮 癫狂诡异的巨人 抬起手 猛然向着槐狮拍了过来 气浪席卷 大地动荡 在指缝之间 粘稠的黑血滴落 便有无数零件 从其中升起 不断地拼凑成 各种残缺的肢体 胡乱地蠕动着 他在迅速腐烂 又迅速地重生着 执着地不肯死去 但又无法再继续存活 悲鸣和哽咽一般的嘶吼声中 粘稠的黑血 无视了重力 升上天空 又化作了锋锐的暴雨 向着四面八方洒落 干他妈的二阶段 怀石恼怒的大吼 你是哪里来的猎奇boss吗 苦痛之锤挥洒 奋力所有的力量 砸在了那一只 再度拍下的大手之上 磅礴的力量 碰撞在一处 怀石倒飞而出 眼前一黑 在他手里 苦痛之锤寸寸碎裂 竟然在这一击之下 被击溃了原质结构 短时间内难以使用 无数溃散的苦痛 在他的灵魂之中肆虐 令他不由自主地痛苦咆哮 而那一只手掌 也骤然抽搐起来 被铁锤之上 所传递的苦痛所冲击 组成血肉的黑血 疯狂鼓荡沸腾 易化成了古怪的结构 迅速脱落 露出残缺畸形的骨骼 而怀石已经落在地上 再度狂奔而出 在他的手中 美德之剑争鸣 骤然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向前展落 视如破竹地 撕裂了那些如动的雨水 自混乱中 展开了一道 稍纵即逝的裂袭 巨人抬起手 漆黑的手臂如动着 迅速变化 竟然形成了 猙獰巨狼的轮廓 向着怀石咬出 影葬 再一次的 残影扩散 邵思命的能力 再度被激活 怀石的身体 在空中一阵闪烁 凭空出现在巨狼的眼前 自寻死路 手中的美德之剑道驰 伴随着身体的坠落 向下刺出 悲鸣骤然迸发 连同这颅骨破碎的 清脆声音一起 剑刃在怀石的咆哮中 深深地灌入巨狼的面目之上 划烂了那一只凶恶的眼瞳之后 撕碎了眼眶 在他的面孔上 凿出了一道裂隙 当裂隙开始迅速合拢 怀石便甩手 将手里的炸弹 强行塞进了巨狼的眼眶里 弹指间 便有炽热的火光 从巨狼的躯窍中爆发 扩散 撕裂了坚硬的骨骼 向着四周喷射 气浪扩散 怀石倒飞而出 还没完呢 在半空中 他的身体反转 手中猛然甩出了悲伤之锁 缠绕在巨人的脖梗之上 紧接着 收缩 在那一双空洞的眼瞳映照中 怀石扑面而来 赌上最后的原制 大提琴的悲怅旋律 与此奏响 九和弦 龙香 斩首 第563章 要小心 龙香 传承自罗老的绝技 来自果园健身房的绝招 实际上不过是鬼 畜王 哪一天睡前做完两组无养之后 做着蛋白粉兑凉茶 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 罗老感觉这样能行 然后就行了 要说这个招数有多么玄妙 也不过如此而已 并不存在什么神奇的奥义 和足够蹂躏物理学的可怕力量 倘若硬要说精髓的话 不过是凭借原制技巧 与肌肉运用结合 在怀石能够随时切换武器 这样的前提之下 实现了在一个瞬间内 进行翻倍的输出 另类的力大专飞 重点就两点 一是力气大 二是速度快 在常人甚至升华者 都难以反应过来的几短瞬间内 使用所有武器 进行一轮爆炸式的输出 依靠武器的特殊性质 进行迅猛的破坏 除了物质上的冲击之外 还有原制之上的 所掀起的狂澜 和世界罗咸那些 难以想象的记忆无法相比 这是真正独属于怀石 也只有怀石 才能够发挥出 百分之一千破坏力的技巧 除了怀石的圈径之手之外 圈径再没有人能够在同一时间 如此完美驾驭 如此众多S级边境遗物 那些自他灵魂之中诞生的武器 乃是纯粹的原制制变 而形成的实体 每一句都是生来狂暴 傲慢与凶利的危险物品 除了作为源头的怀石之外 再没有任何人 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发挥出 这一份隐藏在钢铁之下的 猙獰力量 而如今 伴随着悲伤之所的收缩 燃烧的铁光 自怀石的手中升起 弹指间 近乎凝固的短暂时光中 甚至肉眼 都难以观测的雷霆一瞬 只有暴虐的猎光纵横交错 披斩 切割 穿刺 冲击 乃至最后 美德之剑之上 升腾其璀璨猎光 将这一切尽数撕裂 浩荡长夜 自此而终 当瞬间的交错过后 随之而来的 才是轰鸣巨响 气浪席卷 只能窥见 无数武器的轨迹和轮廓 在半空之中交错 保战黑血 勾勒出惨烈猙獰的轮廓 残痕一闪而逝 当怀师落在地上 踉呛向前走了两步之后 背后才传来 巨人轰然倒地的声音 巨大的头颅 从肩膀之上脱落 不论蠕动的沥清物质 如何地想要重新拼接黏河 也无法再次衔接 孤独的头颅 带着王冠坠落在地上 缓缓地翻滚着 破碎的面孔倾倒在血泊里 空洞的眼瞳里 依旧满盈着疯狂 当怀师转身 一步步缓慢走来时候 扭曲的头颅变张口 发出咆哮 奋力挣扎 另那一具无头的尸骸 再度撑起身体 疯狂地爬行而来 抬起激情的手掌 向着怀师拍落 够了 到此为止吧 无视了他与死往后的挣扎 怀师抬起了手掌 在空洞眼瞳的倒影之中 展露出银王的漆黑枪膛 对准他的眼瞳 别稀薄 怀师说 卧柄之上银王的浮雕 亮起星红的光芒 咧嘴微笑 锁定完成 怀师扣动了扳机 于是 审判降临 抄小型审判装置 银王 全力输出 解放 来自奥西里斯的仲裁 降临于此 轰鸣扩散 令人憎恶的会暗和咆哮 在这纯粹的烈光面前被蒸发了 连怀师握枪的手臂 都在这剧烈的反作用力之下 浮现裂痕 可纯粹的毁灭 依然伴随着纯粹的力量 扩散而出 向前 笔直的 超出极限的高温 在瞬间刺穿了巨人的眼眸 又自颅骨之中穿出 将一切漆黑的血液烧尽后 又扑入了庞大的躯窍中 撕裂巨人 早已变异的肺腑 自另一侧穿出 势如破竹 瞬息间 跨越了漫长的距离 纵贯了整个庞大的地下空间 可这一次 却未曾穿透厚重的墙壁飞出 而是在空气中 实现了不可思议的凭空转折 好像被折射的光线那样 骤然折返 刺目地裂光 在空中折射交织 在银王的约束与计算之下 毁灭如此驯服地运行 在这预设好的轨迹之上 雷霆万钧地降下灭亡 在那一瞬 看不见镜头的光之轨道 彼此交错 笼罩了整个囚龙 自顶穷 自大地 自前后左右的每一个方向 反复穿刺 旋转 那些交错回旋的光束 纵横切割 如此迅捷地飞纵 最终又突兀地消散在空气中 最后 便是堡垒坍塌一样的巨响 在怀尸的面前 破碎的头颅和躯壳中 传来坍塌的声音 无数金属破碎的哀鸣 自其中传来 紧接着 庞然大物骤然溃散 形成飞扬的沙力与尘埃 迎来终结 就连怀尸都被这一击的威力所惊呆 难以置信 爷的新功能 没想到吧 在意识之中 别戏得意地黑黑一笑 声音渐渐低沉 困了 我去睡一会儿 下次想听相声 自己搞一个MP3吧 还有 要小心 没说完 银王便陷入沉寂 黑暗里 怀尸耸了耸肩 拨开了面前的残骸 自一袍的碎片中 提起了那一支风灯 破碎的灯身里 依旧还残存着最后一点火光 当怀尸提起的一瞬 地上残存的黑血 就迅速收缩 回到了风灯之中 令风灯的握把和外表上 蒙上了一层隐隐的阴暗 手握着这一支风灯 怀尸好像隐隐 和整个诡异的宫殿 都有所呼应 被压抑的感知扩散开来 终于感知到 别西普睡去之前 想要提醒的东西 就在他的身后 大厅的入口处 注立在那里的人影 来自长青藤联盟的对手 美洲普系的三阶升华者 同时也是跪血传承者 与第一太阳的大祭司 利兹赫特默克 如今 他正撑着石齿剑 好整以侠的等待 在充分的休息和治疗之后 实力再度回到了巅峰 不 经历了与怀尸那一场 短暂的热身之后 甚至更胜以往 看得出来 他已经迫不及待 在他身后 来自长青藤的升华者 和噩梦之眼的雇佣兵们 已经抬起了武器 再不掩饰杀意 怀尸身旁 受创的乐园护卫队们 面无表情 只是低头填装着 线弹枪的子弹 沉默地拉动枪栓 准备迎接战争的到来 寂静里 怀尸回头端向着利兹 好奇地问 等了很久了 一开始 利兹想了半天 认真地问 话说 二阶段是什么 一种游戏术语 怀尸解释道 指的是一些强大的敌人的血量 降低到一定程度之后 会狂暴化 变得更具有威胁性和攻击性 听上去很有趣的样子 实际上会很受苦 因为稍微一不注意 就会死掉 因为这时候 敌人会变得很危险 利兹问 就像刚才一样 就像现在一样 怀尸如此平静回答 我有点想要试一下了 利兹的手 只敲着石石间的握柄 娇好的笑容中 渐渐显露猙獰 这么卑鄙 怀尸轻声笑起来 说真的 我还以为你是那种 堂堂正正的类型 会让我先休息一下 恢复了完整状态之后 大家在决一死战之类的 那也太傻了吧 利兹反问 敌人就应该越弱越好 虽然蹂躏强者会很有趣 但以强灵弱 才是正理吧 这样 不会玷污你们神明的荣耀吗 第一太阳 从来不在乎虚名 利兹坦然地昂起头 毫无羞愧 所以对决的时候 从不禁止偷袭和下毒 酷酷而侃的信徒 可能会更喜欢这一套吧 因此 虽然很遗憾 但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不仅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反而觉得相当愉快 怀尸听了 眉头微微挑起 也就是说 只有一条路可选了 没错 利兹抬起手中的贱人 笑容渐渐素冷 那就是决一死 我投降 怀尸举起双手 寂静突如其来 好像被某个哈士奇 抄着烧火棍子 捅了所有人的嗓子眼一样 利兹 长青藤升华者们 噩梦之眼的雇佣兵 只有乐园护卫队们 神情庄严 庄严送唱 圣灾 啥 啥玩意儿 利兹愣了半天 险些以为他要借此偷袭 下意识地提高了戒备 可怀尸依旧举着双手 站在原地 反应不过来 迷茫的小脸上写满了 What the hell 你说什么 你没听清楚吗 怀尸困惑地看着他 清了清喉咙 咳嗽一声之后 速声说道 我 怀尸 投降了 接下来 我会解除武装 配合你们的关押和看惯 但作为天文会的监察官 我要求你们善待俘虏 遵循陷阱和平公约 不能以任何名义 扣押我的私人物品 或者对我人身 以及精神上造成损害 并按照陷阱的标准 保证我每天的饮食和睡眠 否则 我有权随时向我的上级提出申诉 并控告长青藤联盟 对我的残忍对待 刺耳的声音忽然爆发 打断了怀尸的话 时尺间在地上 划出了一道锋锐的痕迹 你给我尸可而止吧 例子怒吼 这个金发的少女瞪大眼睛 暴怒 瞪着眼前的怀尸 甚至抱了粗口 你他妈的 在说什么鬼 难道你就一点羞耻都没有吗 快给我拿起剑来 跟我一决胜负 我这不是正在投降吗 我都没有难过 为什么你要生气呢 怀尸认真的问 还有 我可以理解为 这是你对我的人格侮辱吗 你的这些话 我也会写进报告里的 他震声说 请你尊重俘虏 丽兹女士 第五百六十四章 他说服了我 沉默 漫长的沉默里 怀尸举着手 丽兹看着他 其他人愣在原地 乐园护卫队们 喊着圣灾 大家好像 都有光明的未来 许久 丽兹扶着剑柄的手指 终于握紧 稳定 不在震怒中颤抖 好像恢复了冷静 你以为这样我就对付不了你 丽兹凝视着他 平静地问 还是说 你觉得自己 还可以继续戏弄我 不不不 你想错了 丽兹女士 我当然不至于 自大到那种程度 怀尸依旧保持着 标准的法兰西姿势 双手高举 笑容诚恳 你当然有办法 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 但解决之后呢 到不了明天 你拒绝了一位 天文会的监察官投降 并将他残忍杀害的新闻 就将传遍整个陷阱 在古怪的微笑中 他抬起眼睛 看向丽兹的身后 可那笑容 却让那些人感觉到危险了起来 如此的 意味深长 我觉得 就算长青藤联盟的人 能够管住嘴 噩梦之眼 可未必密不透风啊 端向着那些微微变化的面孔 怀尸的笑容越发愉快 不如你让我在临死之前 发挥一下余热 帮你解决掉这些后顾之忧 啊 请放心 我身上没有携带 额外的通讯设备 这里的事情 一点风声都不会偷到外面去 丽兹默然反问 你觉得我会在乎 我知道你是第一太阳的大祭司 也知道你是美洲谱系的中间 请放心 我对您的地位 没有一丁点的小看 怀尸停顿了一下 忽然问 但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例子没有说话 我是统侠局内部评定S级的注册五官 天文会的审判者 除此之外 我还是天国谱系的正式成员 象牙之塔校长的助理秘书 以及代理人 我是官方清定的绿日客星 我是牧场主的眼中钉 怀尸的手指一翻 手机凭空浮现 在指尖旋转 你信不信 如果现在有信号 我打个电话给黄金黎明说 我要弃暗投明 马瑟斯那个家伙 会开着无核有之箱过来抢人 如果我以不名誉的方式死在这里 例子女士 我以前的上司 战友以及朋友们都不会放过你 不瞒你说 我人员还是蛮不错的 不论是统侠局还是存续院 就连考古队和技术部都有朋友 前一阵子驾空楼层 还邀请我去实习呢 你要看看我的号码等吗 我记得吕西安先生 还是你们联盟的探索学顾问 说起这个 怀师就忍不住眉飞色舞 我可以保证 但凡我的死鹰走落一点风声 天文会都将专门为你召开边境法庭 你真的承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当天文会的鹰犬真好啊 背后有粗大腿 抱真好啊 哪怕他是二五载 可这种随时随地 可以打电话叫人的感觉 真是太爽了 可惜 没有捧根出来帮自己报个履历 还要自己说 有点降低了逼格 但管用就够了 尤其是欣赏着 立姿平静的表情 能够感受到速冷庄严之下 所涌动的怒火 怀师的手指弹动着 眼角的余光 瞥向了立姿的身后 就快了 他的原置还差一点点 就足够他再进行一次隐藏穿梭 由护卫队留下来断后 他可以直接跳跃到大门之后 凭借周围黑暗的环境 以阴魂的天赋 进行前行和逃亡 可就在那一瞬间 他原置的恢复 戛然而止 只差一点点 好像被人按了暂停键一样 不 已经不是好像了 因为在门外的黑暗中 真的有一只手伸出来 手里拿着一只遥控 对准怀师 按下了按钮 暂停 不只是他的原置 就连他的身体 都冻结在了那里 动弹不得 如果立姿无法承担责任的话 那就由我来下达命令 怎么样 从黑暗中缓缓走出的老男人 摘下了自己的头盔 露出了斑白的头发 对身旁扶手的少女说 你还是太年轻了 孩子 遇上这种家伙 就不要给他任何开口的机会才对 虽然不上台面 但这些肮脏的技巧 你总要知道 一点才行 老师教训得对 立姿汗手 让到了一边 没有任何的部分和恼怒 怀师的眼珠子动了一下 努力地又动了一下 想要说话 老人拿起遥控器 对准他 又按了一下 怀师终于松了口气 他能呼吸了 虽然身体还是不能动 但至少能动一动嘴巴 不好意思 你哪位 他努力地移动眼珠看过来 好奇地问 老人平静地说 米歇尔 你教我米歇尔就可以了 没听过 短暂的沉默之后 怀师尴尬地问 那个 你很出名吗 米歇尔的神情一致 没有反应过来 你是哪里的名人 请问 推上有多少粉丝 流量多少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是每周唱乡村音乐的大佬吗 要不要咱俩互反一下 闭嘴 励兹打断了他不靠谱的烂话 正想要说什么 米歇尔抬手 又按了一下遥控器 怀师闭嘴了 算了 既然都投降了 就带回去吧 米歇尔挥了挥手 好歹这也算是一个收获 说着 他走上前来 伸手 从怀师的手里 拿起了那一盏风灯 很快 被按了暂停间的怀师 就被整个捆了起来 嘴里还被 邪斯报复的利兹 贴了个胶带 让他闭嘴 在严密的戒备和警戒之下 他被押送着 推扫着往外走 就在快要走出 分控中心的大门时 米歇尔的脚步 停顿了一下 回头看向他 嗯 怀师一愣 不解 在胶带下面 含糊地发出声音 现在已经是白天了吗 不 只是因为下雨了而已 米歇尔撑起了白色的大伞 越过眼前的大门 紧接着 外面瓢泼的血色暴雨 就已经浮现在了眼前 怀师一愣 仰头看向头顶 却发现 原本此处密闭的地下空间 竟然已经暴露在了天穷之下 因为一整块大垫 连带着厚重的岩层 都已经被某种未知的方式 粗暴地掀开了 这群家伙竟然在外面 弄出了一个天坑一般的大洞 将整个地下世界 都暴露了出来 而就在分控中心之外 数不尽的人撑着伞 或者顶着防雨的设备 严阵以待 已经将整个地下世界 全部占领 不等怀师反应过来 在他背后的人 就粗暴地推了他一把 他亮腔向前 走进雨水中 然后 在其他人嘲弄的视线里 怀师瞬间被血雨覆盖 嗯 凉凉的 怀师甩了甩头发 感觉 还挺爽 话说 大宗师 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看着 不对 我是不是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 在分控中心的卡车里 雷蒙德挠着头 挠着腮帮子 感觉自己的良心受到了谴责 我们真的不去救他吗 大宗师 你一定有办法的吧 嗯 我原本是打算救的 都已经准备好了 大宗师捏着下巴 好像沉思一样 但是 他的表现成功说服了我 嗯 雷蒙德惊异 怀师怎么就表现 他怎么就把你给说服了 以及 他究竟说服了你什么呀 我就忽然觉得 有个人能够打入长青藤内部 也挺好 反正他的身份在那里 只要我们不撕毁协议 他们就肯定不会杀他 不如干脆 让他在敌人的内部 腥风作浪算了 大宗师认真地问 你不这么觉得吗 雷蒙德竟然无法反驳 他打心底里 很想去拯救一下自己的队友 但大宗师这么一说 他就发现 这个队友站到对面去 好像比就回来好处更多一点 虽然这么说很没良心 但怀师那个家伙 就莫名地会给别人一种错觉 哪怕是黄昏之箱爆炸了 这货都不会有半点屁事 而且以他的本事 说不定去了长青藤联盟内部 也可以活得很好 当然 错觉是一方面 另一方是出于对大宗师的信任 既然大宗师这么安排 肯定就肯定有办法保证怀师的安全 但这毕竟不太好吧 雷蒙德的神情愁苦起来 放心 大宗师淡定的摆手 我已经跟他沟通过了 嗯 什么时候 就在刚刚 大宗师收回视线 看向远方 而在另一头 所有人都好像见了鬼一样 怀师行走在瓢泼的血雨中 惬意地伸了个懒腰 屁事都没有 非但屁事都没有 而且这货好像神清气爽一样 晃着头横起根来 感觉到了旺盛的生命力 整个人都精神了起来 这他娘的 是哪来的骑行种 周围的人 神情越发错愕 在他的身上 就连那些之前战斗中受到的小伤 都有了恢复的征兆 如果不是米歇尔的诡异遥控器的话 如今可能已经恢复满血状态了 心情渐渐愉快了起来 甚至一点都不担心自己接下来的下场 只是 走着走着 怀师的嘴里忽然隔应了一下 在胶带之下 感觉好像有个东西 忽然被塞进了嘴里 硬硬地 隔得他十分不舒服 他微微张开牙齿 拿舌头舔了一下 感觉到了一串起伏的锯齿 一把 钥匙 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分控中心 眉头微微挑起 很快 在后面的人不耐烦地推扫之下 收回视线 继续向前走去 咕咚一声 将钥匙吞进了肚子里 第565章 交朋友 感觉这雨不太对劲 只是淋了两分钟 怎么就好像淋了两天一样 在雨中 怀师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身后的人开始粗暴地推扫他 怀师无力地亮枪向前 只觉得手脚冰凉 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好了 究竟自己要怎样 长青藤联盟才满意 眼泪都快不争气地流下来 只感觉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眼前 等上到飞行器上的时候 浑身都已经湿透了 他甩掉了头发上的水珠 抬起带着镣铐的手 艰难地揉了揉鼻子 环顾着四周那些 神情不逊的噩梦之眼们 咧嘴微笑 友善地打了个招呼 大家好啊 他看向一个 好像是队长的角色 问 不好意思 有烟吗 抽着烟的队长抬起头 冷漠地看着他 神情阴冷 没有说话 而等到座舱的门 缓缓合拢 外面的人 在看不到里面的情景之后 他便忽然走上前来 两边的人伸手 将怀师按住了 就在他想要挣扎的时候 就看到魁梧的队长 抬起手 一拳打在自己的肚子上 巨大的力量 令怀师忍不住弯下腰去 干呕 差一点 就把刚刚吞进胃里的钥匙 给吐出来 再然后 他就被拽着头发 强行扯起来 别以为你是什么狗屁监察官 就能在我这里讨好 队长拔出匕首来 对准了怀师的脸 一字一顿地告诉他 老子不在乎 不同于家大业大的常青藤 这群在地狱里私混的雇佣兵 根本就不会害怕什么天文会的权威 离开陷阱和边境之后 哪怕是统侠局的力量 也无法辐射到每一个地方 无规者之墓里 大多都是这样无法无天的角色 这里面说不定就是杀了天文会的什么人 潜逃到地狱里的呢 监察官的名头 在他们这里一文不值 况且 怀师给他们带来的惨痛战损 还没过去一个钟头呢 他们怎么可能将这个阶下囚奋为上兵 路上最好给我老实点 别动什么歪心伞 说着 队长的匕首 便缓缓地从怀师的脸上划过 冷酷地割开了一道裂口 血色自其中涌现 六重枷锁遏制了怀师 一切超出常人的能力 强行将他重新打回了 普通人的范畴之内 也再没有什么剧毒可以自保 这一次 是属于常人的鲜红血液了 缓缓流下 再让我从你的嘴里 听见一句废话 队长面无表情地甩掉了刀刃上的血 弯下腰 凝视着他的眼睛 冷声说 我就剁你一根指头 在沉默地对视中 怀师的嘴角 忽然勾起了一丝弧度 燃血的面孔微笑 就好像轻而易举地 窥见了那一张强硬面目之下的软弱那样 如此嘲弄 但你一定不敢杀掉我 对吧 老九 队长直勾勾地看着他 忽然下令 马上 便有旁边的看守者起身 强行将他的手腕抬起了 掰开手指 自始至终 怀师倒是没有怎么反抗 只是在刀刃落下之前 他忽然说 地狱音乐协会 动作一致 队长的眼眸缓缓抬起 神情越发冰冷 你说什么 说了一些 让人讨厌的话 怀师微笑着耸肩 我知道这么说 一定会有人又不高兴 但我还是要啰嗦几句来提醒你 他说 如果你不在乎监察官的身份 那么 灾厄乐师呢 怀师端向着他的眼瞳 轻声问 你斩掉了灾厄乐师的一根手指 朱棣玉音乐协会 会有什么看法 你们之间是有协议的吧 谁来为你们提供 灵魂创伤的治疗呢 嗯 顺带一提 我还是一位深渊除魔 除魔大赛组委会官方认证 或许你会想看看我的证件 买不到食物和毒药怎么办 以及 我还是所有边境中最大的情报中转站 暗网的传奇调查员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 对吧 沉默 沉默和死记突如其来 在队长的面孔上 隐隐可以看到暴怒的血管 在额头下面跳动着 越显猙獰 而怀师笑容依旧 在他的脸上 猙獰的刀口已经开始缓缓合拢 除了幻觉一般的鲜血之外 再无任何的痕迹存留 现在 你可以把我十根手指头剁掉了 或者 让我重新问一遍刚刚的问题 怀师微笑着 不好意思 有烟吗 等雷蒙德他们回到基地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了 在闸门的后面 雷蒙德还没下车 就看到了守候在那里的灰裙少女 老司机顿时有点头疼 该怎么跟他解释呢 他本来想要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悄咪咪地溜走 可在等待片刻之后 没有等到怀师 圆圆的神情微变 竟然向着他走过来 雷蒙德先生 请问老师呢 他没有在这里吗 嗯 雷蒙德愣在原地 感觉自己为数不多的脑细胞 开始过在当机 对不起 你的老师被根本没得良心的大宗师给卖掉了 丢到对面 去当了俘虏 但是你不要担心 对面肯定会比我们更闹心 这样的话 他根本就说不出来啊 在少女不安的凝视中 他的神情越发地复杂 下意识地躲闪着圆圆的目光 直到圆圆察觉到不对 踏前一步 再次问 雷蒙德先生 老师去哪呢 短暂的沉默之后 雷蒙德低着头 吭哧吭哧地回答 你们的老师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 沉默突如其来 他感觉 自己好像说错话了 雷蒙德试图亡羊补牢 赶忙转身从副驾驶上 拿出怀师没带走的东西 交给了圆圆 这个是怀师留下来的 圆圆愣在原地 呆滞地接过 低头看着手中的头盔 翻转过来 他就看到角落里 那个桃红色的珠形涂鸦 难以置信 他还记得这个涂鸦 那是老师在修整的时候 随手画的 用了他的记号笔 当时的老师还开玩笑说 过几天回来 给他喝小时酒也画一个 可圆圆现在却发现 他好像等不到 那个男人回来了 如此突兀 在寂静里 他一点一点地蹲在了地上 用力地抱着那个头盔 再忍不住眼泪 大哭了起来 在旁边 雷蒙德手足无措 等等 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就在怀师被阵亡三天之后 长青藤联盟的驻地里 地下六层入口处 丽姿通过了安检 抬起手腕 展示上面圣狠所投影出的二维码 全线A级 登陆明丽姿 金发的少女说 我要进入地牢提审犯人 A01 桌子后面 记录者通过了全线 大门缓缓开启 抬起眼睛 看着面无表情的丽姿 神情就有些诧异 大祭司也要下去了吗 他感叹道 看来这两天还真热闹啊 等会儿换班之后 我也下去看他好了 嗯 丽姿察觉到哪里 好像有点不对 眉头皱起 但最终并没有问什么 而是转身走进了电梯 向下 穿过了重重封锁 走进最危险的监牢 然后 大门在他的面前打开 一个不安的声音 从前方队伍的尽头传来 怀世先生 我最近总是喘不过气来 莫名其妙地头晕心慌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紧接着 一个听上去和善温柔 值得信赖的声音问道 这种情况 在你休息的时候 也会出现吗 偶尔 独处的时候也会有吗 是的 有可能是优臂恐惧症 初期的话还好 但如果放任状况太久的话 有可能会恶化和加深 影响你的身体状况 你现在应该已经有厌食的倾向了吧 对的 没有错 吃得很少 一阵书写的声音 从长队的尽头 牢房里传来 很快 一张便签被撕下来 递出了窗口 这个是初步的诊断 等你轮值结束之后 可以去找常青藤的医护室看看 开点要吃 注意配合医主 否则你也不想在地狱里 得上抑郁症吧 结果变迁的守卫 顿时惊喜起来 连忙点头 谢谢怀师先生 不客气 顺手之劳 牢笼里的男人笑了笑 扬声说 下一个 哼 看到他在牢里还这么嚣张的样子 丽兹忍不住冷哼了一声 直接抬起手 推开面前爱事的家伙 直接向前 不要插 对 被推开的家伙抬起头 看到丽兹 顿时脸色变得僵硬起来 很快 所有工作时间滑水的守卫们 都乖乖地站到了角落里 而丽兹迈不上前 站在牢笼外面 看到里面容光焕发的怀尸 简直好像 是在度假一样 轻松又安闲 丝毫没有身为阶下球的自觉 甚至还给他不知道 从哪弄了一张桌子 摆在里面 还有笔 我不是说过 不准把任何尖锐的东西给犯人吗 丽兹皱起眉头 回头怒斥 你们究竟在搞什么 难道就不怕这个混账 把你们的喉咙给戳碎吗 我要指出 这是对我们之间信赖和羁绊的侮辱 不等别人说话 怀师帅先严肃起来 这几位守卫 先对我都挺不错的 还愿意陪我这个俘虏聊天 劝我投降长青藤联盟 不但没有苛扣我任何的伙食 甚至还给了我用来写字的笔 难道我作为一个 有道德有素养的古典音乐教师 会恩将仇报 那这些东西 当作武器去伤害他们吗 一袭话说的旁边那几个守卫连连点头 一副没错怀师先生这么好的人 怎么会做那么过分的事情的表情 让丽兹只感觉头皮发麻 这群王八蛋是被洗脑了吗 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一丁点警戒心态都没有了吗 丽兹端向着牢笼里的怀师 顿时忍不住吃笑出声 你看上去好像混得挺不错的嘛 竟然交到这么多朋友 大家只是旅行公事而已 并没有什么私人交情 请你不要怀疑贵方人员的操守 倘若硬要说什么的话 就当我这个人比较招人喜欢吧 丝毫没有任何廉耻的某金牌牛郎 甩了甩了头 端向着荔姿 神情顿时有些惊异 这一身穿搭不错呀 重新做了发型 如今面前的少女 不见曾经的汗勇之气 虽然也没依旧桀 但妆容和耳钉的搭配 简直完美 发型从脑后散了下来之后 重新经过了编织 气质温柔了许多 再搭上颇为凸显身材的牛仔裤和T恤 看上去青春洋溢 否则呢 丽兹默然地问 否则呢 难道你以为我是那种肌肉 长到脑子里的女人吗 哪里哪里 怀师诚恳地回答 只是赞美而已 但愿如此 她并没有多说什么 虽然如此 但心情却难免略微地愉快了那么一点 只能说 长青藤内部不是一群每天格子衬衫穿到死的死阿宅 就是一帮子 根本不把她当女人的直男矮 她从没有想到 第一个注意到她换了发型和耳钉的 竟然是这个家伙 虽然两人之间的短暂过去 充满不快 但她不得不承认 这个家伙 姑且还算是有点眼光 倒也没有辜负 这一张漂亮面孔 跟我来吧 她挥手示意旁边的人打开锁 老师要见你 怀师汉手 十分配合的任由工作人员 给自己戴上手铐和枷锁 冲着其他人笑了笑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大家也赶快回去工作吧 还有 休伯特先生记得饮食少留言 你的胆固醇已经超标很久了 一个体型有些肥胖的手卫 顿时摸着自己的肚子笑了起来 朝着怀师摆了摆手 谢过了她的担心 丽兹的神情顿时再次阴沉起来 这个家伙 就毫无顾忌的 在她眼前 显摆自己跟其他人的身后交情 一点都不把她放在眼中吗 以真心换真心 怀师好像能够想到她在琢磨什么一样 叹了口气 认真地劝告道 交朋友真的很简单的 你就是大祭司当太久了 总是端着架子 大家才会怕你的 闭嘴 丽兹美好气儿地一拳砸在她的肚子上 转身往前走 只是在路过其他监牢的时候 她的脚步微微一顿 看到了里面的囚犯 那个前些日子 因为和长青藤的成员私下斗殴 而被关押在这里的噩梦之眼 那个浑身肌肉和伤疤的男人 正穿着背心 一只手拿着哑铃 坚持不错地锻炼着 而另一只手 却拿着一本书 看得正出神 时而忍不住跟着哼两句 丽兹的脚步一顿 眉头皱起 你在看什么 嗯 魁梧男人看了她一眼 把树的风皮抬起来展示 古典音乐赏西入门 神他妈古典音乐 你们是不是有兵 丽兹感觉自己的眼角开始狂跳 大哥 你就不能看看你自己的形象吗 你有哪里看上去 和古典音乐很搭吗 锻炼的男人反而茫然地看着她 不知道这个女人 究竟在撒什么疯 算了 丽兹咬牙 窝着一肚子火 向前 她今天就不应该接这个活 你本来就不应该做 你本来接补 没有 因为 传统 你